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达之年嘉宾阵容华丽 华晨宇 徐佳莹 毛不易 萧敬腾等耳熟能详的名字赫然在练 更有日本的国宝籍女歌手米西亚 登上了歌手的舞台 而其中最让人感到惊喜的 却是那一道小小的身影周深 周深在歌手第一期 就用一首大鱼征服了全场观众 许多之前不了解他的观众 近眼歌手都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原来拥有这样清廷身线的人 竟然是个男生 周深在接下来的每一期歌手里边 都能够给人带来惊喜 虽然他没有拿过第一名 却喜提了很多微博热搜 这其中还有一件小趣事 因为疫情啊 本次的歌手采取线上录制 其他歌手都在北京舞台 日本体育馆等专业的场地进演 周深却因为需要自行在家隔离14天 而不得不背对着白墙参赛 这朴素的窗帘 简陋的白墙 配上周深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的委屈表情 实在是很好笑 尽管在家里设备简陋 周深仍旧能够将他的歌曲演绎得精彩动人 网友说他就是一个行走的修音机 在当下的中国 周深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独特声线为他带来名誉和人气 更是让他获得了海妖的美誉 可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少年 却也曾经因为独特而遭受过无尽的嘲讽与白眼 周深于1992年出生于湖南烧阳的一个偏远小山村 在上小学的时候 音乐老师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 便把他招进了合唱团 可是等到13-14岁的时候 同龄的男生都开始变生了 可是周深却没有什么变化 加上他矮小的身材 这让他饱受讥讽与嘲笑 同学们会当面或者背地里对他指指点点 说他男不男女不女 这对周深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青春期的周深因此变得越来越内向自闭了 再也不在他人面前开口唱歌了 进入到高中之后 周深重拾音乐 在他17岁的时候 进入到了歪歪网络台 做网络歌手 并取名为卡布勒 躲在网络背后的他 跳跃活泼 开朗有趣 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卡布女神 直到有一次在深入的直播当中 周深打开了摄像头 网友们才发现 他们热捧的女神 竟然是这么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孩 有一些网友大喊被骗了 开始在键盘上疯狂的输入 恶心 忍妙 娘娘腔等一些侮辱性的词汇 这也让周深非常的受伤 后来高考失利 周深听从家里的安排 远走乌克兰就读医学专业 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 对所读专业的兴趣缺乏等等的原因 周深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 在纠结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 周深不顾家人的反对 毅然退学 并考入到了利沃夫的国立音乐学院 然而在跟随老师学习男中阴的过程当中 周深却练出了声带小节 别说唱歌了 就连说话都会破音 好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针灸中药条理 周深的声带小节终于痊愈了 周深也因此能够继续他深爱的音乐事业了 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 当时他还在乌克兰上大学 导演组苦苦劝说了好几回 他才终于答应参赛 他穿着一件朴素的白T恤就上台了 在镜头面前笑得纯朴腼腆 说自己是贵州人 身高只有161 有没有人会对他抱有期待呢 没有人会对他抱有期待 但从他唱出了欢颜的第一句音唱曲 导师们的眼睛全都亮了 提醒一下子就从座位上坐直起来 认真聆听 当他唱到高潮的部分 纳英和杨坤同时按键转身 再看到周深的一刹那 杨坤整个人都惊讶的 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他和纳英都一脸不可置信的说 男的 这就是周深刚出道的时候 带给导师和观众的惊叹 能够将歌曲唱得轻柔空灵 委婉的人竟然是个男生 因为他的才华 导师们都对周深寄予了厚望 汪峰也忍不住赞美了 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当中 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 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 无论多少苦难都能够变得美好 曾经遭受过苦难的周深 学会了从苦难当中开出花朵 又诚挚的慷慨的将这美好之花 送给世界 在萌命超将上 周深化身了美妙女子 身穿着闪闪发光的裙子 戴着假发上了舞台 他和侧田合唱歌曲 彩排完了之后啊 侧田打电话跟他妈妈说 妈妈 我今天和一个很可怕的女歌手合唱 直到第二天周深摘下了面具 侧田才知道他是男生 立马盗窃 又跟妈妈打电话 妈妈 那女歌手是男的 独一无二的声线哑样 周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他开始正视镜头 无视他人恶意的评价 周深用实力告诉众人 你就是你 不要畏惧做自己 周深在成名之后变了许多 音乐人齐心曾经这么问过周深 之前你在比赛的时候我也见过 是一个内向不爱说话的人 现在却变得很活泼很开朗 你成为艺人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转变呢 周深回答 小时候他人的流言蜚语 让他一度封闭自我 等到长大之后 他才明白 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 他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放得开了 才会毫不顾忌的和大家开玩笑玩闹 而正是因为他能够真性情 不装不做 让他反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收获了许多的真诚的喜欢 周深是很有名的 能够怼粉的人 周深对自己的定位很准 他是一个歌手 沉迷的理由啊 应该是歌曲 而不应该是粉丝的追捧 所以他不会对粉丝百意百顺 而是像朋友一样 虽然经常在微博上面和网友们互怼 却又会亲切的关心他的粉丝 在某次的活动上 周深为了不把后背留给生米 第一次一边倒着走路 一边和粉丝讲话 直到上车 周深还是一位毫无偶像包袱的演员 有一次他在手机直播当中 说自己很会模仿 近时就给大家来了一段杀猪叫 他的深情并茂的模仿了 杀猪时候的惨烈场面 把自己当成那只猪 叫喊的撕心裂肺 还把自己笑摊在座椅上了 惹得歌迷们纷纷粗糙 你的偶像包袱不要了吗 很多声明们说呀 不开心的时候 就去翻一翻周深的微博就会开心了 因为周深真的是一个很有趣 活泼开朗的凌家大男孩 此时的周深就像是一个小太阳 用他的温暖乐观 吸引了一大批喜爱他的歌迷朋友 周深在成长过程当中 经历了很多磨难 他的身高 升线都成为别人攻击他的理由 一路跌跌撞撞 又一路逐渐成长 过往的心酸都成为了 培育周深的土养 因为深知事实艰难 所以他会对外界对他人都更抱有同理心 他几乎不会麻烦别人 大家都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都能够让彼此舒适一些 他很懂得感恩 在成名之后啊 他一直关心在乌克兰悉心栽培他的音乐老师 尽自己的所能去回馈老师 当说起梦想 他这么说道 我的梦想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且我现在也算是实现了我的梦想 我在做着我喜欢的唱歌事业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他看得很透彻 这个时代瞬息万变 不断有新的面孔 新的声音出现 名气热度都是会消逝的 他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不断的唱下去 这就是周深 一个见过人生起伏 海水涨落之后 依旧保有赤子之星的人 愿周深心图坦道 继续勇敢 无谓的发着光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